凌晨5點多白色轎車高速行駛 下一秒撞上另一輛銀色轎車 撞擊瞬間讓人觸目驚心 疑似肇事的白色轎車車頭全毀 車體變形 橫停在馬路中間仿佛一團爛鐵 而銀色轎車則是右側被撞凹一個大洞 車禍現場玻璃碎片和零件散落四處 消防隊接貨通報 一共出動四個分隊緊急救援 其中一名男子滿頭嗜血蹲坐在路邊 表情看起來相當痛苦 緊急就醫後沒有大礙 一名二十歲成姓男性駕駛自小客車 車上令負載有四名乘客 沿國道十號旗山端由南向北闖紅燈行駛 根據警方了解 二十歲的成姓男子駕駛白色轎車 在四名乘客 沿著國道十號旗山端使出 撞上五十一歲流性駕駛的銀色轎車 初步研判是成姓男子闖紅燈 車禍釀六人受傷 雙方駕駛人經警方呼氣 酒精濃度檢測均無酒駕的情形 兩車相撞一共六個人受傷 索性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但詳細的車禍原因和造責歸屬 都還需要進一步釐清調查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